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光岛到底在哪裡 在旁邊 安平港的遊艇業者 在港內積極籌備著 國情煙火在台南 當天晚上 遊艇業者要推出海上看花火 連澎湖都有那個花火節 大家可能會到澎湖去搭這種船 看煙火 不然其實在台灣 我覺得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如果有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目前現在遊艇會的船艇 總共有八艘 也都是預約而滿的一個狀況了 自家準備的八艘遊艇 預約接近而滿 當天進行海上出不去 但是業者已經開始模擬 要從港內哪個角度來看煙火 我們平均的預約 每一家都是一百個人 上下的起跳 搶搭遊艇 也搶港邊的餐廳定位 還有離場地最近的飯店 訂房也秒殺 這種面來的房間 然後從這個落地窗的 可以看到那個角度 就是漁光島 可以看到煙火的方向 面對漁光島的十五間房 國慶日當天 無論大小房型已經搶光 其他的飯店民宿 國慶連續假期 更是一房難求 國慶煙火在台南還沒施放 旅遊搶位站已經激烈展開 三天新聞 王少爺朱宇榮 台南報導